顧全民挺防疫 動漲醫療電價 政府六月二十七號 宣布漲電價 七月一號就馬上實施 絲毫沒有緩衝期 執政黨立委一次排開 為醫療院所請命 因為這次調漲 臺電除了拿工業大戶開刀 就連醫療院所也難逃衝擊 疫情還沒緩解 醫院 煩惱支出增加 同樣沒被列入還掌名單的 大專院校與觀光旅宿業 恐怕得從調漲學費 和住宿價格來因應 外界擔心疫情和升息 緊縮消費 這個時機點又漲電價 雖說食品百貨餐飲業 暫時動漲 但工業生產成本 勢必轉嫁給終端產品 一般市警小民 恐怕難逃衝擊 今年下半年出口不樂觀 電子硬體產業分析師坦言 去年下半年開始 市場需求反轉 當今年通膨攀高 對需求的打擊勢必加劇 全球NB的出貨量 今年一定會衰退超過一成 其實一般都會講說 上下半年可能是4比6 就是下半年因為我忘記效應 所以下半年的這個出貨的狀況 會比較好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 已經慢慢的在往5比5 就是 等於下半年大家其實越來越保守 QE在2008年之後金融海嘯 QE三次也都沒有通膨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還有歐債危機 所以歐債危機的時候 那個需求面整個都下來嘛 那那時候也沒有供給面的問題 那這一次供給面在去年 你看到疫情導致停工斷裂 因為疫情 通膨呢 通膨醞釀完美風暴 包括臺灣都面臨經濟衰退風險 因此臺眾院將今年臺灣GDP 預估值降到百分之三點八 國泰臺大產學合作團隊 也再度下修到百分之三點四 但有經濟學家沒這麼悲觀 隨著下半年大陸解封 打開供應鏈瓶頸 以及美國釋出戰備除油等油價回跌後 通膨風暴將渴望波雲見日 下半年通膨一定會回落 也真的一定會回落 為什麼 因為這些供給面的因素逐漸在解決 缺晶片的問題也逐漸在解決 因為景氣開始不好了 因為中國封城 中國自己的需求也都下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油價下半年一定走跌 我們只要出口有點下滑 就有可能導致出口衰退 而使得我們今年下半年的GDP 第三季或第四季會衰退 學者認為這波工業大戶電價一口氣 調漲百分之十五 看似對民生經濟無害 但出口和內需環環相扣 高通膨風暴 下半年如何演變 沒人說得準 TVB新聞 余信翰 戴元麗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